來玩這個遊戲 不朽之王 下載容量1G 感覺起來是一款強大的遊戲喔 實際成熟了 終於等到這個 戰鬥賽不錯啦 該不會是成長吧 不要嚇我呢 我出籃 經不起這樣子的驚嚇 如果只是其他的戰鬥模式的話 這樣子看起來算是還不錯的 不用擔心 我們也有援軍 看 天巡者來了 天巡者 戰死沙場是我們 屠龍劍盛 離開 跳過 喔 哇 這看起來像成戰的玩意兒 蓋主堡囉 主堡蓋起來囉 請大家安靜 我的主堡蓋起來了 第一張 啊 八成是成長的 你看他現在 要給我做什麼第一張啊什麼的 第一天至少可以做個好幾張嘛 甚至是十張 都有可能喔 沒想到必須破解 欸 還有這種玩法喔 死 早該死了啊 啊 我剛剛又按錯啦 來 這個好像是之前那種經典遊戲嘛 就是這樣子玩的啊 是不是 要動動動秒的 哇 真的很穩 我先要勒 探索祭壇 好 第一張完成啦 輕輕鬆鬆 中間上方我看到的 木頭 還有石頭 喔 食物 進入新章節 這妹子挺正的啊 看來他誤會打你 挑戰 為何要給我看這場戰鬥呢 然後就當作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欸 好 兵已經建造起來了 3秒 我這樣子就可以補充兵力囉 最大補充 還可以開招欸 戰鬥其實做的還不錯的 我獲得了一個荒靈遊俠的妹子 100鑽 啊 杯水車薪啊 你給我1萬鑽也不夠好不好 哇 哇 這款遊戲不演了欸 才3分鐘而已 你就可以開到好多個 啪啪 打野怪 攻擊 一擊的 一擊野怪喔 你要按急速慢慢打上去啊 移動速度真的有那麼快嗎 還是因為跑新手 完成 接下來呢 修建哨所 這邊都完成了 第二章結束了 趕快來到第三章了 那我趕快結束這場鬧劇吧 建築 這邊是傷兵鎖 有傷兵的話 這邊可以去進行治療 玩法相當好上手的喔 我的主寶生了 這類型的遊戲喔 開服的獎勵通常都給的不怎麼樣 按兩下螢幕可以跳過戰鬥 太好了 沒有 剛剛那是跳過劇情吧 不是戰鬥 來 十項上戰 繼續挑戰囉 打得難分難捨 我方已經居於劣勢了 開大招 我的巨像出現了 他巨像的攻擊速度好慢喔 剛剛他會拉一拳 他已經結束了 結束導引了是不是 左方這邊可以看得到 建築功能 背包 右上方活動 開服狂歡 然後呢 我們有看到其他玩家嗎 喔他可以拉近拉遠 目前 全部都是迷霧耶 相對的好安全喔 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開照的時間嗎 看不到欸 這是不是海外服啊 我剛剛看到世界聊天 有其他語言的 海外服的啦 這樣子的話 台服玩家應該很少吧 其實畫面做的還算是不錯的 不過這類型遊戲 如果沒有台服的話 沒有沒有 台灣玩家如果不夠多的話 好像就沒什麼意義了 還有什麼地方呢 郵件 開服好禮都空的 好啦 他有送東西 給的不會太多啦 都給的一點點而已 具象上陣 住房 欸 陣容不是已經弄好了嗎 還可以自動迎戰耶 然後這邊是天賦 這問號咧 拉 拉 爪 還可以下一關耶 閒暇之餘跟你玩的遊戲啦 就是這樣 有沒有難一點的啊 越來越簡單耶 他反而是反過來啊 喔 這個就 拉低個 好像就沒了 拉這個呢 拉這個是空的 嗯 遊戲就玩到這裡吧 大家拜拜